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下午 立法院这边将要再召开一次党团协商 那据说这一次党团协商将是都市更新条例最后一次的党团协商 那随后可能就在这个院期会出二组跟三组表决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都市更新条例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 就是说目前正要通过协商的这个行政院版的草案 那其实并没有针对公益性跟必要性等等根本的问题去进行修法 那总共有将近二十条的协商条文 没有在内政委员会里面经过公开充足的讨论 他就进到党团协商里面而且他要瞧过去了 那这些还是一样以其政效率为主 以炒房货率为目的的条号 他又要闯关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站在这边看记者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求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团体 民进党团协商不要签下协商共事 不要真的以为强拆之后现在都市更新条例的生意热度已经退了 就像我打劫通过争议条款 那所以我们今天稍晚将会把手上 就是各位媒体朋友们手上应该除了新闻稿之外 还有另外一份联署书 我们将会把联署书发到各个委员的办公室去 那希望各个立法委员可以进行联署 不要通过党团协商不要签下这一条款 那明天下午的党团协商 我们还是会继续监督 如果国民党民进党两个政党 他们执意要通过这些争议条款的话 接下来的二度三度我们不会放过他 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